李鸿章这个名字在晚清史上绝对是个响当当的存在 它不仅影响了中国近半个世纪 还成为了那个时代军政界的重臣 但他的故事远不止于此 想当年李大人还只是个一文不明的书生 谁能想到他日后能成为晚清的第一重臣呢 他的故事简直就是一部现实版的生殖记 话说回来李大人这一路走来 靠的可不仅仅是运气 他的人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全谋教科书 这位李中堂的奇艺也是了得 据说在官场闲暇之余 他最爱语言下几盘围棋 不仅是为了消遣 更是在棋局中锻炼自己的策略思维 他的名言做官比做人更容易 其实反映了他对官场的深刻理解和洞察 就像他在棋盘上总能找到对手的破绽一样 他的起步并不容易 将近40岁的时候 李鸿章还是个一事无成的中年男 但就在这时命运给了他一个翻身的机会 当时正值太平天国之乱 曾国藩率领乡军抵抗 而李鸿章则被派去解决上海的问题 这对李鸿章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组建了淮军 驰援上海 但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没有钱 没有支持 他得靠自己的智慧和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 据说 他在这期间还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奇艺 与洋人谈判 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赢得了不少支持 在晚清那个风云变幻的政坛上 李鸿章能够屹立不倒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权谋之术 他能在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游刃有余 能在内忧外患中找到平衡 这都显示了他的非凡智慧 就像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时 总能以宰相杜里能撑传的气度 化解危机 当然 历史对李鸿章的评价是复杂的 有人称他为卖国贼 有人则认为他是改革的先驱 但不管怎样 李鸿章的一生无疑是传奇的 他的一生就是晚清历史的缩影 读李鸿章 其实就是在读清朝这个古老帝国的衰落 与悲凉的晚景 最后 不得不提的是 这位李中堂还意外地成为了 美国中餐的代言人 在美国 有一道以他命名的中餐 李鸿章杂碎 据说这道菜是他在访问美国时 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而特别创造的 这样的趣闻 是不是让你对这位晚清重臣 有了全新的认识 这位从一文不明的书生 到晚清重臣的传奇人物 他的权谋之道 他的智慧与手段 无疑都是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话题